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林志玲频传语言程序复合剧台媒报道,林志玲频频被传语言程序复合,网友都直呼看腻了,日前他接受某杂志专访时,提到是否对幸福渴望。 他说,当初现渴望这两个字,代表你现在没有。但我真的真的觉得,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,或许有人对幸福的注解,是婚姻与爱情,那么单身女子,就不能拥有幸福吗? 我觉得不是,单身不是一个罪吧,单身女子没结婚,并不代表现在的我们就不幸福。 林志玲继续说,我们当然可以期待两个人的共处,但当你一个人的时候,就应该享受一个人的独处,而当你每一刻都活在当下,你于是可以看到当下最好的自己,而不是始终在等待你的下一个未来。 如果你总是把心放在等待,你就失去了现在那个无可取代,无可弥补的那一刻的自己了。 现在的我很幸福。 但林志玲坦言,如果说,嗨,有什么若是没做会觉得遗憾的事情,应该就是还没有走进婚姻,还没有当妈妈吧。 但不管未来会如何,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单身女子,都应该要好好的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,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好的年代,我们没有上一代那种会绑住女性的社会价值观,也不像下一个新世代的那种速度感。 我们只是一步一步的去经历,不管是跌倒,或者获得,这一切,其实都非常珍贵。